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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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別人不一樣的特質 我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樣的特質 但我知道我在大學這段期間我非常開心 然後這個學校讓我 其實因為我只是設計學系 所以有很多事情讓我放手去做放手去玩 所以我真的在我的學習的過程中 我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也許跟老師的互動 或是書本上面的 覺得是比一般的上課得到更多的東西 所以我一開始也不知道要轉這個系 是因為那時候學長他找我拍短片 那時候開始我滿恭喜 然後拍短片之後才發現 原來有這樣的科系適合自己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他適合的科系 一定不一樣 有些人真的很會讀書或是很喜歡 語文的他可以外語出行 但因為我從小就是喜歡畫畫 然後經過這個機會我還知道 原來可以有這樣的一個科目在 對那時候我就決定我要轉系 然後才轉到四個人的世界系 對我來說我之前的人生 我自己覺得都是黑白的 就是真的是轉系之後對我來說很大的改變 然後開始覺得每天都好好玩 所以不管是做作業還是怎麼樣 它是一個對自己的負責 但是你又可以玩那些功課 對不是說真的亂玩 是你可以跟老師或是跟自己作業 玩得比較開心 我覺得應該是負責任這一塊 因為其實我們在讀 視覺設計系的時候每天的 工作量、功課量其實是很大 然後我們自己要 那時候我就習慣要安排自己的schedule 有一個本子要計畫 下禮拜要教什麼作業 因為我們作業我們是說你即使要生就生得出來 所以你真的是要按不就班 然後那你又要找自己的那種感覺 那你又要找自己的那種感覺 沒有feel都畫不出來 但是你還是要在確定的時間內完成 然後就做了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自己可以成一個習慣 就是我一定會 做好每一個 其實實力啊 工作啊 在大學的時候其實自己有 亂玩一下 我們那時候有種運動 但是這個運動還是進一年之後的 他們自己的主持人 然後這次就非常開心 演戲的學校給我們的機會回來表演 所以其實我一直很想要回學校 然後我很喜歡聞到三角路的味道 然後我就說我是三角路的孩子 我到時候就繼續說 因為我覺得 我真的以讀大學大學為好 所以就 Yeah 學弟妹 希望你們在讀書的過程呢 是好好的用功 然後好好的感受這個學校 因為接下來你可能會出社會之後 你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你就會開始非常懷念學校的一切 所以不管是科業也好 就是盡情地揮傘盡情地揮傘 盡情地揮傘 藉著學校 我去學校一直都很棒 對 然後自己也希望可以多回學校走走 對 因為我真的有一起去學校 對 因為我剛剛其實一到之後 我就一直說 我要去走走 我要去走走 然後經紀人說 我要去走走 然後就走走 然後帶大家去社會 所以我很想讓大家 讓我同學問 那時候我長大的女朋友 對 所以有過去了齁 還沒還沒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表演 對 然後看大家的演出 像李玉琪 李玉琪 我們大家看得非常開心 你看我們推 很奇怪 對 因為他們可以玩 是是是 我很高興 跟您談話這些特質 你看這個作品 之所以會成功 將來一定會有更大的成功 謝謝 繼續努力 謝謝 非常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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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